哈囉,我是SKY 歡迎收看本頻道的尬遊戲 今天要介紹的遊戲 跟Sense的歷史 非常的奇蹟相關 偏偏我這個人 在以前國高中的時候 歷史幾乎是每天都被打 因為我在文科方面 實在是不太在行 叫我輩真的是只有懶這個字可以形容 也可以說給我一本小說 我就直接睡著了 所以有時候 大家看我的文本 會不是很專業 算是蠻正常的 現在就只能靠下半輩子來彌補 也還好 我是一個肯學的人 為了這次的遊戲 特別去查了一下歷史 打電話給國中的老師 好的,看起來老師 不太想要我在晚上 打給他請教歷史 那麼只好自己來 才不會被罵了 廖天晶攜帶兇賊是最急 它是一款橫向卷軸的角色扮演遊戲 目前是只有Steam跟Switch 兩個平台有上 主要以小時候玩的Flash遊戲 神以無中廖天晶 當作主要重製的對象 只不過這次 新版會比舊作還要來得長 因為神以無中 是當時作者林秉書 他的畢業專欄 後來因為讀書的時間受限 才沒有把他給完成 所以這次的新版 攜帶兇賊 有找原作者共同監製 把當時的缺憾給完成 遊戲的故事 是發生在1895年 這個年代的人們 基本上是生活在動盪不安 槍林彈雨的日子裡面 可能一出門不小心 讓日本人不開心 就會被槍斃的那個年代 為什麼台灣人會有日本人 欸? 這樣講不對 為什麼1895年 一碰到一撞到 甚至對日本人出言不遜 就會慘遭槍斃 就是因為當時 清廷在甲午戰爭打輸了 所以就把台灣、澎湖各讓給日本 從那之後 台灣人就正式進入了日治時代 給人家管 這管叫 這叫調教啦 泡菜 那當然現今的社會裡面 日本人在我們的內心 畢竟就是很有禮貌 90度鞠躬那種好棒棒的心聲 但是因為當時是日治時代過來治療 不是 過來統治的人都是軍人 並不是剛剛那種高等級的老師 所以在生活方面 卻會變得比較難受一點 這一陣子 我想大家多多少少有看過戰爭片 耳魚我炸 並不厭詐 隨便亂炸 中間最受欺壓 最讓人覺得無辜的角色 便是人民了 人民在日治時代之下 光是溝通就足夠讓大家 講每兩三句就大打兩場了 畢竟你講日語 我講國語 甚至更老一輩的講台語 你覺得 還有戲唱嗎? 有啦 歌仔戲啦 所以在日治時代裡面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 抗日份子 為了不要生活在別國的 專政體制之下 拿出自己最厲害的武器 農夫就拿出鋤頭 財富就拿斧頭 釣客就拿釣竿跟人家對打 當然這個後果 可想而失 人家日經隨時都配著槍 要反抗就直接射爆你了 才不管你拿什麼打他 所以大家為了求生存 就得乖乖做自己的事情 就這樣日復一日 平安就好 也因為大家各自在這個年代裡面 過得很痛苦 不再想工作 所以在這款遊戲的路上 你會看到很多窮人 刑起 一個是沒有工作 一個是本來就沒有工作 你拍我幹嘛? 日本人甚至看不慣 還把他們趕走 可是喔 在這款遊戲的乞丐 都還蠻特別的 求生的慾望 我超佩服的 路上不給我求生活 只要跑到屋頂上刑起 以某方面來說 這算是一個高招啦 只不過要不要得到錢 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當然如果要論這一個 日復時代工作的話 語言能力特別好的 就特別吃香 做一個台日溝通的橋樑 根本就是引力雙收 那也當然 如果你在那個年代這麼做的話 肯定會有不少人看不起你 認為你幹嘛做日本人的走狗 這段電影夜問的 林家棟演的李早 就有很好的詮釋 當然他在電影裡面 真的是無可奈而才這麼做 不過有些人 真的是專門這樣子搞 做一些很壞的事情 利用一些不法的勾當 賺取台灣人的金錢 從中博取大量的利潤 讓自己的財力變得越來越多 所以為了平衡這些 專門做壞事 賺錢的商人 就有一個異賊 去搶這些富豪 反過來究竟那些走投無路的窮人 這個角色 就是日之時代相當有名的異賊 廖天丁 廖天丁的事蹟 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耳聞吧 我也是耳聞的那個人 這在我小時候家裡 只有民視台視 中視華視 四台的時候 就很常在民視 播廖天丁的二創連續劇 只要一轉到有播的話 我基本上都會轉台 因為當時還很小 根本對廖天丁沒進去 我都把在吃布丁 那日之時代是在1895年 所以語言大部分都是在講台語 這點也有注重在遊戲裡面 如果你是會台語 又喜歡漫畫的話 遊戲在劇情的表現 跟一個章節完畢的朗誦 就會讓你多出不少的親切感 畢竟小時候 就常聽到爸爸在講台語 還被限制要用台語 要跟阿公阿嬤講話勒 所以這點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OK 好 講了這麼多歷史 你應該比較好奇的是 廖天丁到底是怎麼樣 在日之時代劫富濟品的 這時候我們就來聊聊 遊戲裡面的戰奏成分吧 遊戲中我們可以使用的 攻擊手段主要分三種 一種是廖天丁在山上 跟師傅學的流影拳 以速戰速決為核心的拳法 什麼叫速戰速決 就是你可以利用一整套的招式 做一個高難度的連技 高到可以讓敵人滯留在空中的時候 直接接到死 打起來會很有格鬥遊戲的感覺 如果你在這個瞬間被打飛 倒地的瞬間按下跳 還可以直接瘦身這個動作 這在戰鬥的表現 會變得流暢不少 另外一種就是瞬間觸發 顧名思義就是敵人在打你的瞬間 按下指定的按鍵 就會觸發的一種技術 有分神無中跟劍無中 兩種都可以做反擊使用 看你選哪一個為主要 最後一個就是抽筋拔骨 可以把敵人用腳筋綁住 然後把他的武器借來用 比較簡單一點的翻譯 就是把他的武器幹來用 當然除了這三種以外 在遊戲裡面的敵人 會有不少人都拿槍的 也可以利用一些攻擊 把子彈打回去 這在遊戲裡面 是可以展現技術的好地方 只是唯獨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遊戲的難度 有分兩種 狹盜模式跟凶賊模式 難度主要影響的是 敵人的攻擊力還有血量 依照我玩過不少的橫槍遊戲 我非常非常建議 請先從狹盜模式開始玩 凶賊模式雖然沒有到 黑魂、隻狼的等級 但我想應該也足夠讓不少人 把鍵盤手把給砸爛了 非必要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是蠻推薦手把的 如果你是買比較便宜的話 砸出去這個心 還比較不會那麼痛 鍵盤壞掉沒有備用的話 就只能強制關機了 沒有啦 主要是操作上 鍵盤必須要習慣一陣子 我自己玩起來是很卡手 礙於沒有用過鍵盤玩之前的遊戲 我也不好意思評論太多 只能建議 你如果用鍵盤的話 記得把相連鍵關掉 閃避的時候 才不會一直該該叫 如果交到一定的程度 你又煩躁起來一個鍵盤又要進墓碑了 手上的能拼器搞定了之後 一路上應該也都會很順遂 身上的錢也會越來越多 這時候就可以真正去實施一個 救濟平衡的動作了 沒有再開玩笑喔 真的可以救平衡 在路上的乞丐 你可以給他錢 相反的 這個乞丐可能會因為他們的時間比較多 然後都會嫌到給你一些收集品 這些收集品 也不是垃圾 會增加你用武器的能力 像是你跟別人幹來的槍 或者是警棍軍刀那些的 這些收集品就會提升他們的傷害 只是救助乞丐越多次 就越有那種 到底有多少乞丐要救 每換一張圖都看到很多的乞丐 讓我覺得 到底是在害他還是在救他 這讓我想到小時候遇到的街友 我那時候好像是國中吧 爸媽因為工作的關係 幾乎就給我錢 叫我自己去中餐晚餐解決 我就很常去我家附近的便當店買便當 有一次就遇到街友 他就跟我說 我的便當可不可以給他 我就想說還蠻可憐的 就讓給他吃好了 自己再買一份就好了 結果呢 我買完再次經過他 他又跟我說 可不可以給他錢 雖然說他真的是蠻可憐的沒有錯 但至少也正做一點 吃完去找個工作 打個零工之類的吧 後來我還是有給他 那時候還小 身上也只剩下50塊錢了 對小孩子來說 就已經很多了 還特別跟他講 要趕快去找工作做 我就走了 所以如果有一個選項 可以詮釋遊戲的街友應該是蠻不錯的啦 回到剛剛講的戰鬥系統 戰鬥方面除了打小怪以外 主要還是要跟大家提到 遊戲的BOSS的體驗還蠻不錯的 特別拿出來講 是因為別人的簡單模式 是簡單到把BOSS變成肢體慘障一樣 丟個一招 就停留好幾秒 把玩家當成傻子 第三、第四招都還沒放出來 就直接死了 這隻王 肯定心裡還一直幹幹叫幹個不停 廖天丁的俠道模式 我覺得難度曲線 算是做得蠻好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遊戲的難度曲線 我就特別注意到了 可能是前一款打上司的遊戲 那個曲線沒抓好 讓我有點不適應吧 那身為一個橫向捲軸的遊戲 地圖算是一個蠻重要的核心 只是在廖天丁這款遊戲 就做得有點太陽春了 因為以關卡的設計來講 我們會有各種不同的敵人 或是BOSS 跑到下水道 或是一些密室裡面 有些路程裡面 會有隱藏的道路 還蠻明顯的 會直接沒有牆壁 這種就是可以走的隱藏道路 裡面大多數都是會有寶箱 讓我們去拿 但是偏偏遇到那種 兩條岔路的時候 我後面要再回來走 卻沒有地圖可以看 也還好這個地圖設計 沒有到很難 所以有沒有地圖這件事情 重要性是會降低 但我還是覺得蠻可惜的 這影片的心得 是1號之前做的影片 所以Steam我是還沒看到上架 Switch已經有上平台了 原價至422 現在特價是379新台幣 我自己是覺得蠻超值的 關卡總共有6關 體驗的時數大概是6-7小時 差不多就可以結束了 雖然是打著重製舊遊戲 人家說的小品去走 但我體驗下來 是非常有創意的一款遊戲 特別是劇情用漫畫的方式表現出來 我就還蠻喜歡的 那前幾天說的抽獎 就是這款 Steam的序號 總共會有兩個名額 參加的辦法也很簡單 在這部影片下方 打上你對廖天丁的回憶 不管你什麼都可以 跟我一樣是沒有看廖天丁 在吃布丁 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記得分享給其他人 有這個好看的消息 會在一周大概11月9號 放在我的AB粉絲團 公佈中獎的名單 記得要追蹤一下 那也沒有複製人家的留言 一樣的會被抽獎系統 自動剔除 這裡要注意到一下 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有喜歡這次的介紹 記得幫我點個讚 順便分享給其他人 要是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不要忘記按下去 YouTube跟Twitch的訂閱不一樣 是不用錢的 所以不要擔心 感謝你們 耐心看到最後 我是SKY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by bwd6 至少 五手 團 逐記 了 感谢观看